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哥哥 你在干嘛呀 干活 有什么事 我想让你陪我去医院做产检 上次医生说孩子的胎心有点快 检查的时候必须由家人陪同 你也知道我父母年纪都大了 所以 什么时候我去接你 真的 哥哥 你最好了 那我等你啊 阿尔法 你干嘛呀 好渴呀 我又有点儿饿了 不想吃这个 我要吃坚果 脑子冷 控水了 走 哥哥 那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好烦啊 其实我也觉得自己好烦啊 可是做女人就是这样 怀孕的时候吧 你少吃一口就心慌 多吃一口吧又恶心 真是不养儿女 还不知父母恩呀 张晨晨过来登记一下 来了来了 来了 你家老公对你可真有耐心啊 哪像我们家那个懒鬼啊 医院就来了一次 再也不愿意来了 说什么医院里人多 挤得他胸闷 我只好自己过来了 反正到时候上产床 还是要我一个人面对的了 你打算在哪儿坐月子呀 你婆婆肯定要来照顾你的吧 我婆婆早就过世了 我妈那人吧有点事 我也不想让她来 我家哥哥他不同意呀 他觉得别人照顾我他不放心 他说了给我找全市最好的月子中心 然后等我出了月子 他就亲自在家照顾我 其实我们家呢 早就已经盼望 美好的三口之家了 对吗 哥哥 好 少说点话 喝口水 哥哥 你说得对呀 话多伤元气 我还得留着力气生儿子呢 你老公啊真是个宠妻狂魔 你看看 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 哪像我呀 这口渴了 连个送水的都没有 真是 您这话说得也不少 喝口水 谢谢你啊 真好啊 真好啊 你看看 多好啊 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啊 断生儿子呢 我跟你说吧 第一太太一定要生儿子 这样的话呢 您老二 无论生女儿还是儿子 都没有压力的 她哥哥可以照顾我妹妹啊 对不对 让晨晨 到你了 所以一定要生儿子 到你了 好 我 我先去检查啊 好 好 一会儿聊啊 好 您真好 你怎么进来啊 真好